这次泰鲁阁火车翻覆的案件当中 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民进党政府 尤其是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双重标准 苏贞昌的个人风格呢 在以前发生大小事件的时候 尤其是那些可能不真的关他的事的时候 他都会用这种雷厉风行的方式 用各种的手段 比如说像震怒啊 然后开会啊 然后成立什么样的一个调查小组啊 雷厉风行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行政院长是很有gots 很有威严的 但是这次真正是受到民众所关注的这个案件 你会发现其实苏贞昌呢 他是非常的低调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苏贞昌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 很直接的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要做新一次的台铁的总检讨 2018年的台铁总检讨 144项里面说做了100多项的部分 有哪一些其实是没有落实的 要不要再一次去检讨 以及这些工地的安全啊 鞭破侦测系统 什么时候要处理完 过程当中的过渡时期 你要怎么去做 我们完全没有看到 只看到他们开始去做募款 好像想要借由民众的爱心跟同情心 就可以转移焦点 让大家不再注意到 政府很多对于公共安全的注视 是完全疏忽的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现象 发现非常的奇怪 是以前都会成立什么改革总体的小组 因为很多跟公共安全有关的事情 是需要府院互相去协调 而且它不只限于交通部 可能会涉及行政院其他部会 所以当然是要用院级的单位 去领导所有的部门去做快速的统整 但是这次我们看到它只成立专案会议而已 显然就是说苏貞昌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把太鲁格案放在是他政务官排序的优先顺位 再来就是说这个层级似乎只到副院长而已 这个执行的成效可以说是相当的不佳 如果苏貞昌他愿意去负上政治责任的话 行政院长的这个位置才是能够真正去推动领导各部会去做执行的 所以我认为应该要由行政院长作为主要的领导者 才算是负责任 我们发现就是说似乎民养内部因为派系 可能在蔡英文的第二任期 派系之间的斗争越演越烈 那所以说不断的去玄缺可能 跟这件事情也有关系 那我们就担心说政府部门这么多的资源 是应该你要赶快去执行才能保护民众的安全 可是呢你却因为派系的理由 然后迟迟的悬而未决 那甚至像林佳龙现在要请辞也是拖拖拉拉 我觉得就是你们把这个权斗 把政治上面的斗争看成优先顺位 但是把民众的安全跟民众的生活放在次要的顺位 这一点我认为民众是完全没有办法去买单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边坡的预警系统 其实规划了非常久 但是呢完全到现在25处里面一处都没有建置好 甚至这一次的这个路段可以说是相当的危险 因为有一个司机的这个驾驶员的死角 但是呢好像也没有把它规划在这个路段里面 所以我认为这个边坡管理的这个系统 应该全台湾的体检要重做 而且呢什么时候要能够完成 没有办法完成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一个过渡方案 都是行政院应该要负责任的给民众一个交代的 这个地方的情节 是谁能够照顾手啊 我是谁能够照顾手啊 这是谁能够照顾手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